寶可夢是一款風靡全世界 不管是男女與老少都喜歡的遊戲 玩家可以在遊戲中捕捉喜歡的寶可夢 並且培育成為自己的夥伴 雖然每個寶可夢都是特別的存在 但是如果你的寶可夢是色違的話 那就會更加的與眾不同啊 色違寶可夢又稱異色發光寶可夢 是種顏色與普通寶可夢截然不同的存在 雖然它們的能力招式以及各方面 幾乎都與普通寶可夢一樣 但是出現機率卻非常的低 等場時還會有閃光的特效 可以說是真正的尊絕不凡 也因為有色違差異的存在 讓有些原本沒有特色的寶可夢 當色違版時卻變成了大熱門 出現了獨有的劇情與周邊 而某些原本就很有人氣的寶可夢 在色違版後變成了更加受歡迎的存在 哪些寶可夢的色違超好看超有人氣 擁有哪些是特別出名的呢 今天我們就來回顧 人氣爆高的色違寶可夢吧 鯉魚王 登場於初代寶可夢紅綠版 水屬性的魚寶可夢 如果要講出最強寶可夢是誰的話 我們腦中可能會有很多選項浮現 每個人的名單也可能都會不同 但如果說到最弱的寶可夢 相信大家腦中都必定會浮現 鯉魚王的身影 鯉魚王是隻有著全身赤紅的魚身 以及王冠型黃魚旗的水屬寶可夢 照理來說 紅與黃的色彩結合 應該會誕生出非常帥氣的形象才對 但不知為何鯉魚王卻有著一對 非常無神的眼睛 我們打開紅綠版的遊戲 會看到圖鑑是這樣敘述鯉魚王的 力量和速度都不太行 是世界上最弱最可憐的寶可夢 我的天啊 這也太弱了吧 而到了最新版的珠子圖鑑則說到 美麗亮的可憐寶可夢 偶爾跳得比較高時也只高兩公尺 而這樣廢材只會彈跳的鯉魚王 卻在色違有著完全不同的待遇 因為它的色違是黃金色的 色違版保留了原本的黃冠魚旗 而紅色魚身則直接變成黃金色 由於在東方文化當中 黃金鯉魚有著吉祥如意 及彩原鬼魂的象徵 因此常登場於赫卡與年華當中 而剛好在寶可夢世界中 最貼近這個形象的 就是色違的黃金鯉魚王了 可以說只要鯉魚王是色違版 就馬上能從墜落搖身影變成吉祥武啊 這樣的概念也被融入在周邊中 在官方出版的彈跳鯉魚王玩具裡 黃金鯉魚王被當作稀有的特別伴 在寶可夢的一番賞當中 黃金鯉魚王也作為最後賞登場 還登場過黃金色的項鍊首飾 以及超高價的特點寶可夢卡 可以說改了顏色就完全身價翻漲 我們從黃金鯉魚王的故事中可以發現 只要你變成特殊的色違寶可夢 人氣就會像是做了火箭一樣用飛的 而在我們平常追劇上網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因為地區限制的關係 沒有辦法看到想看以及的困擾 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的網路不是特別的存在 想要突破限制成為如同色違般的存在 你就必須使用最強的道具 SurfShop VPN VPN的全名是虛擬私人網路 在這個資訊化的年代 使用網路成為了我們每天必做的事情 SurfShop VPN可以為你的網路建立加密通道 保護你的隱私 讓你不受網路攻擊安全瀏覽網頁 透過SurfShop VPN 我們還可以瀏覽原本 台灣地區沒有登場的串流平台印記 也可以藉由SurfShop VPN 來下載不同國家的跨區遊戲 讓你像學會了絕招蟲浪一般 不管是電玩還是追劇都暢遊無阻 只要擁有一個帳號 就能無限在所有裝置上暢遊 讓你隨時都可以使用SurfShop VPN 還可以30天無條件退款 SurfShop VPN 採用無日制原則 也就是不會保留用戶的資料 除了SurfShop VPN 之外 還能夠加購擁有即時防毒功能的 Antivirus 它不只輕量代表不會對你的系統造成負擔 獨家的Cloud或Tank系統 還可以分析未知檔案 防止性的病毒危害或進入你的設備裡面 SurfShop也整合在一個App裡面 所以訂購SurfShop 1 就可以全方位保護你的線上安全 想要擁有更安全自由的網路體驗 現在就點擊影片下方資訊欄連結 訂購你的SurfShop VPN 配合獨家新年優惠輸付代碼 WithYou 還可以獲得加送免費5個月 現在就趕快前往SurfShop VPN的官網 進化你的網路連接世界吧 暴鯉龍 登場於初代寶可夢 紅綠版 水系與飛行系的 雄惡寶可夢 色違寶可夢雖然是稀有存在 但大多都不會是遊戲劇情的角色 然而紅色暴鯉龍卻與眾不同 與普通自然進化的寶可夢不同 紅色暴鯉龍是一隻受到了 反派組織火箭隊電波的干擾 在鯉魚王時期被強迫進化的特殊暴鯉龍 由於是被人為強制進化 所以保留了在鯉魚王時的紅色外皮 玩家最早可以在第二世代 寶可夢經營的劇情遇到紅色暴鯉龍 它會作為定點寶可夢出現在憤怒之湖 除了電玩的原作劇情之外 紅色暴鯉龍同樣也出現於動畫 在動畫中紅色暴鯉龍因為身心受創 開始暴走四處放招破壞 最終是靠著四天王的阿杜 才收服了紅色暴鯉龍 由於是首次有著自由巨型的色違寶可夢 因此也可以說是最具有知名度的色違 在寶可夢卡牌以及周邊商品上 紅色暴鯉龍也是備受禮遇 在2015年底的破天之怒補充包中 Mega紅色暴鯉龍作為封面寶可夢登場 推出了一系列的周邊以及特殊盒裝 還作為廣島寶可夢中心的代表 一同與皮卡丘出現在標誌上 可謂是色違寶可夢中的官方親兒子 雖然紅色暴鯉龍在原作當中 是因為強制進化才導致泛紅 但暴鯉龍的正常色違版其實也是紅色的 我們由此可發現 火箭隊其實是想要人工偽造色違 正常版的藍色與色違的紅色 大家又是喜歡哪一種呢 噴火龍 登場於初代寶可夢紅綠 火系飛行系的火焰寶可夢 說到寶可夢系列最賺錢的人氣王 噴火龍肯定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由於是初代遊戲玉三家的進化 又是小製動畫早期的王牌寶可夢 噴火龍是許多玩家們心中的童年之神 而為了回應玩家們的熱烈支持 官方可以說是把噴火龍當親兒子在支持 我們來看到同樣作為玉三家的苗娃花 在色違的版本 花瓣從紅色變成金色 而水見龜則是從藍色變成紫色 兩者在顏色上雖然都與原版有差 但都不算是很大差別的跳色 我們回來看到小火龍火恐龍的色違 同樣也是從紅色變成香精的黃色 但到了噴火龍的時候 欸他居然變成了黑色 官方也把他改太帥了吧 太偏心了喔 我喜歡 黑紅香精的帥氣配色組合 讓原本正氣凛然的噴火龍 加上了點邪氣的魅力 也讓色違噴火龍理所當然成為了人氣王 寶可夢卡牌從第二世代開始 與遊戲一同推出了色違寶可夢卡 而色違噴火龍在登場之後 馬上登機成為了該系列中最貴的卡片 後續每當登場異色的補充包 色違噴火龍也時常被收錄在其中 不管是普通卡 GX V 甚至是VMAX 都曾收錄黑色的色違噴火龍 而且每張卡片都非常的有價值啊 哪天我也想要抽到一張 巨精怪 登場於第三世代寶可夢紅藍寶石 剛系與超能力系的鐵竹寶可夢 巨精怪有著青藍色的身軀 與頭鉗標誌性的銀色交叉金屬 擁有四個大腦可以進行 比超級運算機還複雜的計算 巨精怪不僅外型可靠 本身的素質也是幾度優秀 此外還是冠軍大無的代表寶可夢 由於能力優秀又是帥哥御用 巨精怪一直以來都是人氣寶可夢 而他的色違則是讓他更加知名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色違是尊爵配色 色違巨精怪的身體 從原本的青藍鐵色變成了銀色 標誌的交叉銀金則升級成金色 說實話這個配色真的是沒有不收的道理 也因此色違的巨精怪 一直以來在玩家間 都非常受歡迎 2014年紅藍寶石重製版 紅米加紅寶石與阿爾法藍寶石中 官方為了回應玩家們的支持 將色違的鐵啞鈴作為特點 送給早期購物的玩家們 雖然在這時活動的網頁上寫到 大武的美加巨精怪似乎是原色的 但在XY動畫中大武登場時 石油的巨精怪也變成了色違的銀色 大武的色違巨精怪不但可以輕易使用精神強念 擋下美加噴火王X的噴射火焰 還能夠與蓋歐卡互相對拼 根本就是超級扛霸子 而在寶可夢卡牌中也曾經出版過 銀色Mega巨精怪的EX特殊同捆包 只能說又帥又強又可靠 銀色巨精怪真的是無懈可擊 How to lose 露卡利歐 登場於第四世代寶可夢珍珠鑽石 格鬥系與鋼系的波刀寶可夢 露卡利歐有著全系動物的外表 與藍黃黑三種顏色的毛皮 可以偵測波刀來讀取想法與行動 露卡利歐不僅在珍珠鑽石遊戲中 有著獨特的取得方式之外 在動畫乃至特別篇的漫畫 登場戲份都非常之多 雖然本身並非傳說寶可夢 但卻曾作為主角登場過電影 夢幻與波刀的勇者 如此特殊待遇的情況下 露卡利歐收獲了非常高的人氣 在2020年的寶可夢人氣投票中 以10萬票的成績拿下第二名 如此高人氣又是親兒子的色違 肯定也是要尊絕不凡一下的 我們來看到色違露卡利歐 原本的藍毛搖身一變 成為了閃耀不比的金黃色 搭配上原本的黑色 看起來身價就像是飛了好幾倍 由於本身就是高人氣寶可夢 因此常常作為活動的獎勵 發送給玩家們 而在近期的寶可夢 竹子中也舉辦了 與閃耀露卡利歐 結為夥伴的活動 雖然露卡利歐又有人氣又可靠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狗狗 但在寶可夢竹子的世界裡 我應該還是更喜歡貓 傑拉奧拉 登場於寶可夢第七世代 寶可夢救急之日 救急之月 電阻性的奔雷寶可夢 傑拉奧拉的外型上 酷似隻沾尼的貓 全身有著黃與藍色的皮毛 並且配合著黑色花紋 表現出如同閃電般的造型 其實有不少的色違幻之寶可夢 在配色上都有那麼一點的特別 例如原本粉色的夢幻 他的色違就變成藍色 而原本青綠色的史拉比 在色違時則會變成桃紅色 雖然這些色違的評價兩極 但傑拉奧拉的色違卻是一致好評 因為他的顏色是安定的銀白色 以金色與綠色的毛相間 散發出更特別的高貴感 雖然色違傑拉奧拉很好看 但入手條件卻非常特別 因為色違傑拉奧拉是 2020年慶祝劍盾頓的挑戰活動 突破100萬人 而特別發送的紀念寶可夢 由於已經是接近4年前的活動 因此異色的傑拉奧拉 可以說是更加珍貴 OK 以上就是本期 人氣超高的色違寶可夢 那我自己的觀察來看 通常應該是金銀黑白的色違寶可夢 可能因為配色本來就給人很細有感覺的原因 所以很容易有高人氣 影片的最後再次感謝本期的贊助商 Subshot VPN 有贊助商的幫忙 我才能做出更多好的影片 我們就下次再見吧